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感谢游阳馆长的介绍 确实是刚才已经上一位嘉宾 其实到了第二张透明片 其实就用了一个穿越星际里面的一张图 当然我想我们如果大家真的是 在全宇宙的范围里面想去哪去哪 我想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 虽然我们现在确实我们的技术 在非常快速的提高各个领域 包括我们天文领域都一样 但是如果大家看星际穿越的时候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去看 它刚开始的介绍的时候 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个对地球未来的设想 那么刚开始你会发现其实由于种种原因 比如说地球上的植物开始 一种一种的就没有了 可能今年会少一种植物 后年又会少一种植物 但是我想不是因为专业 可能是因为其他 但是它肯定跟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是有关系的 你会发现科学技术发展 其实它对我们未来的影响 我想现在在讨论30年以后 这个基点我想这个数学名词 我们可能天文上 我们有时候把它讲奇点 我觉得无所畏 但是我们去预言30年以后的事 我是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 但是这不是天文学的观点 我想这个 其实它并不一定很乐观 就是当这个 包括人工智能发展 其实也一样 人工智能发展也一样 就是一旦它到特别 就是我们它特别强大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它和我们人就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在取决于我们人怎么去使用它 当然今天我不是讲这个的 这张图是 我去年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在星空基地拍的一张图 因为这次 我们这场题目讲了 永恒 所以 永恒这个事呢 当然大家可能一想就会知道 就是我们真正永恒的可能是 比如说星空 就是我们永恒呢 它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 当我们说永恒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的是一个 特别特别长的一个时间尺度 那么这个时间尺度 肯定不像我们 比如说说几十年之内 或者我们在座的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有生之年 可能也就是一个 一百来两极的一个事 那我们的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建筑 这个房子 湖地可能 可能也 它可能会有几百百年 如果我们给它拆了的话 可能 它能有个几百年 那么更远的更久远的是 比如说我们 现在的国家 当然它会持续 肯定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我们地球 地球的 地球其实会是一个 其实地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长之间 持续的一个东西 地球基本上 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 地球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永恒的 但是 作为我们人 生活在地球上的一种生物 实际上 相比而言 其实我们 我不太觉得有什么乐观的东西 能觉得我们会是非常永恒的 因为我们地球到现在 其实已经有四十六年了 已经有四十六年了 我们宇宙 我们现在天文学家也知道 宇宙的年龄是一百三十八亿年 就是通过我们天文观测 现在定的非常非常准的 一百三十八年前 由于大爆炸 产生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实践和空间 都是从一百三十八亿年前 产生到现在的 所以呢 就是实际上 我们地球本身它会很长 但是呢 其实真正有人 可能才是一个 差不多几十万年 或者就说 我觉得是一个一百万年 这种量级上的一个事 所以一百万年相对于我们 地球的几十亿年 或者我们宇宙的一百亿 一百多亿年 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小的 那么说到这个永恒的时候 说到时间了以后呢 实际上当然 它一定是跟空间相联系的 如果大家记得 看那个穿越星际的电影的话 实际上你会发现 在这个 现在的爱因斯兰广运相对论下面 实际上 时间和空间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当然这件事 可能还不 不那么容易理解 因为这可能会改变我们对永恒的这个定义 但是呢就是 作为天文学来讲 当然我们关注的是更短的东西 可以说今天 也许除了我这个讲座之外 其他每一位嘉宾他们所介绍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所关注的东西 大家可以想想 基本上我们还都是 关注的是地球上的事 地球上的事 地球当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我们地球是很大 但是我们地球是一个直径一万三千公里大的一个 一个巨大的一个石头石头块 我们所有几十亿人都生活在这个大石头的表面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24小时 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或者我们想的几乎所有的事情 除了有的时候 大家想想的片文以外 或者想想的科幻以外 那么我们都在关注地球上的事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说地球 当然这就跟人特别有关系 一旦我们说到人 里面都是跟地球上 然后呢我们会说 比如说自然界 或者我们叫世界如何如何 当我们说世界如何如何 基本上 我们指的仍然是地球上的事 仍然是一个直径一万三千公里大的一个石头上的事 但是呢 除了这些概念以后 我们还有更大的概念 我们叫宇宙 那宇宙有多大呢 离我们最近的天体呢 会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晚上能看见流星 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地球以外的 我们叫流星体的一种 很小很小的 绝大多数都是比米粒还要小的颗粒 那么 它在照太阳转的过程当中 被我们地球挡住了 挡住了 挡住了以后呢 那么 进入地球大地层 发光 对我们看见 这叫流星 这是一个 差不多是一个一百公里 它流星发生的时候 它的垂直地面的高度 差不多是一百公里左右 我就说一个大数 那么你看到它 如果很低的话 它可能离你有一千公里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么当然 再远一点的天体 大家经常能看见的是月亮 这个月亮 离我们是 差不多四十万公里 这也是我们目前地球人 能走的 走到过的最远最远的地方 离我们地球 四十万公里 那么如果以光速走的话呢 差不多是一秒钟的时间 就是大家滴答一下 因为光速是我们宇宙中 现在的所有的物理理论里面 不是所有的 就是现在我们公认的物理理论里面 现在我们认为 真空中的光速是一个所有速度的一个极限 任何不同的运动都不可能超过光速 所以我们可以在天文里 当我说更远的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拿光的速度来当尺子来说 那么月亮离我们是一秒钟 当然有些时候 某些小童心会在我们跟月球之间滑过去 甚至有的时候会砸我们 不知道大家在望远镜里看过月亮 我这没弄照片 望远镜如果你通过 随便找一个小望远镜 你看看月球表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月球表面秘密 全部都是坑 这些坑我们现在知道 它绝大部分都是被砸出来的 当然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地球上 如果说我们看一个很长 因为月球跟我们地球差不多 是同时形成的 也是一个41年左右的一个事 那么在我们地球的这41年里 实际上也会被 无极其数的被很多 各样的东西砸过 那么我们天文学家 真正的提前发现一个小径 要砸我们 然后开始砸 那么这是发生在2008年 大概是7年前 但是今年我们发现的 第一个小径在发现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也掉到地球上来了 这个当然是 如果大家关注的话 你会 那个 当然这些东西还都是很近的 它会影响我们的 如果再往远说的话 太阳是我们知道的一个 比较远的一个天体 离我们是一亿五千万公里 也就是说八分钟 我们当然就是 我们地球和其他的这些 大家听说的这些水星星星 木星土星这些火星 都是在绕着太阳转的 一些不发光的东西 所以太阳是一颗恒星 那么它自己有自己的 一个行星系统 我们地球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实际上 当然是非常多的 你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太阳 也是在游户中 完全孤立的在这 在这待着 实际上我们是和 大概有一千亿颗恒星一起 我们是扎堆的 构成了一个像大盘子的一样的 这么一个系统 我们把这个系统叫做星系 那么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星系 叫银河系 所以我们银河系里面有 差不多一千亿个 一千亿个太阳 可以这么想 我们肉眼晚上 如果大家出去 今天天不好 昨天晚上如果你们抬头 往天上看的话 你们能看到很多星星 在北京这 天气特别好 如果我们去郊区的话 我们差不多 抬头一看 可能能看到一两千颗星星 那么这些星星 绝大部分都是我们银河系 这一千亿颗恒星里面 离我们太阳特别的近的 那么一千颗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一千颗以外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银河系附近的星系 我们其实肉眼也能看见 大家如果去南半头的话 天好你这个季节一抬头 就能看到银河 能看到非常漂亮的银河 那么这个银河实际上就是 这一千亿颗恒星 那个大盘子的方向 用大盘子的方向去 因为它有一千亿颗恒星 所以你就看到密密万万的 那它边上 你就能看到两团 像云雾状一样的东西 这是当时麦德伦的河海 当时发现银 开始以为是地球上的云 所以把它叫麦德伦云 后来发现 其实它是跟星空被银 一起同声契落的 那么这个同声契落呢 像我这个图 其实就是反映的 这实际上是拿相机 在那个波数金望远上 冲着天上 就是连续的拍了 这个得拍了几个小时 比如这个 就差不多五六个小时的时候 你拿一个相机 你就会看到这种景象 在五六个小时的时间里 每一颗星星都绕着 北极星附近的一个点 在转圈 但是这不是这些星星在能胜 地球在动 这是一个 现在拿四马相机 你就短暴光的连拍 才容易能拍到这个笑 那么 所以呢就是 我们银河系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肉眼能看到的 如果去南半球道 我们还能看到两个星系 像银河系 银河系小 我们叫大小外车轮云 但实际上它是两个 有没有很近的星系 这个星系有多 我刚才没说这个尺度的观点 就我们银河系这一千一个 恒星分布在差不多 十万光年的这么一个 直径的一个大盘子上 也就是说 如果从银河系的这边 走到那边 以光速一秒钟 三十万公里来走的话 要走十万年 我们把它叫 这个距离叫十万光年 那我们那个大小外轮轮云 差不多离我们是二十万光年左右 这个距离 那如果我们在北京 天特别好的时候 我们肉眼 往天上看的时候 除了晚上 除了这些星系以外 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像星星一样的 一个非常莽宏的光点 这个光点 其实是我们银河系的一个邻居 一个邻居仙女座 有一个星系 我们把它叫编画 RM31 就叫仙女座大星系 那么这个星系 是一个比我们银河系 还要大一点的一个漩涡星系 它的直径是十五万光年 离我们是两百五十万光年 也就是说 我们肉眼不用忘了 你直接往天上看 如果你知道怎么看 知道在哪儿的话 你能看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离我们距离是两百五十万光年 那么当然你现在看到的 它的样子 它的这个位置 它的亮度 它的形态 都是两百五十万年前的 那当我们晚上往天上看的时候 我们肉眼看到这些星星 其实几乎每一个星星 离我们距离都不一样 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四光年 其他的基本上几十 或者几百光年 基本上就是几千光年 所以当你看这有一个星星 这有一个星星 或者比如你看构成 星座 我们每个人可能 好多人还相信这个星座 这当然是迷信 肯定不能 那么这星座 你看星座的这个形状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 比如说这个北斗七星 我把它叫大星座 像一勺子一样 那么这七颗星 只是看上去 它们在天上挨得很近 实际上 这个意思是 它们的方向挨得很近 并不是它们真正的距离很近 其实它们两颗星之间的距离 可能有的甚至 比某一个星到我们地球距离还要远 只是凑巧 它投影在这个方向 我从地球或者我从太阳这看 我就在这方向上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星座 那么像这些东西呢 其实每一颗星 迷并距离都不太一样 都是不同时间的 那么当然 我们不同时间以前 它发出来的光 以光速走 同一个时间走到了我们的 比如走到我们视网楼上 或者走到我们相机的这个 这个这个 接触器上 然后被我们拍下来的照片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 当然这个星系其实在宇宙里面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天体 我们整个宇宙里面 我现在估计可能大概会有上千亿或者几万一个星系 能够几万一个星系 所以我们宇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差不多是一个 粗的和我们宇宙的空间范围 空间范围差不多是一个 一千亿光年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空间范围 这个这个 我应该算一下 我也没好好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秒钟三十二公里走一千亿年 一千亿年 差不多这是我们宇宙的空间范围 这是我们 所以我们 天文学当然我们关注的是在 这么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面 把地球刨掉以后 那么剩下这些地方 那么他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非常复杂 非常特殊的这种环境之下 那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什么事 对吧 首先 如果我们天天关注地球的话 当然其实我们都关心不过来 地球上仍然有符合很多这个 我们不了解或者复杂的事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 从地球表面抬头往天上看的时候 当然你会关注我们 那么大的地方 到底地方有多大 里面有什么东西 或者这些东西 当你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怎么回事 或者有时候 我往天上看 我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我就会想知道 那么这现象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 所以就是 我是希望通过我的这个介绍 能够让大家 就是 对于我们地球以外的宇宙 宇宙其实很大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在这个里面 当我们说到这个 比如说永恒 因为这个里面 你会发现 这里面 当你真的去观察 这个地球之外的 其他地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面 不断不断的就会冒出来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各种各样新的天体 我没想到的以前 可能我们所有的理论 教科书 都不知道的东西 非常多 包括一些现象 即使这个天体我们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了 但有的时候这个天体 它就会 发生非常奇怪的事 那么这两天 其实大家如果天好的话 可以去 晚上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颗彗星是 我们肉眼勉强可以看到的 现在有颗彗星是 去年发现的 一个彗星叫 LovDry 这是一个叫 喜乐彗星 然后同时现在还有另外一个 直到一天发现 编号的15号的周期会训 有人说 它这个会训现在开始爆发 那么它现在也勉勉强强 可能能亮到 我们肉眼看到的地步 或者如果是爱好小的话 拿一个数码相机 时间一拍 拿相机拍一拍到 昨天吧 今天早上我去 我拍了一下 那个 就我说到的那个 LovDry这个会训 特别鼓励 它就在毛星团 金牛座 猎父座大家 可能一出去谁都能看见 让金牛座下面一点 有的金牛边上有毛星团 毛星团呢 再往下 你就拿一个相机 你就从这儿拍 开完以后 你看底下有一个 蓝绿色的一个光点 跟其他星星 其他星星都白一点 但是一个 稍微模糊一点的 蓝绿色的一个光点 所以就是 然后当然这两天 还有一个 大概几十年前 发现的一个练习 这几天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光变 等等 你会发现 实际上当我们 如果真的去想一想 我们地球以外的事儿的时候 它每时每刻都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 然后 会有一些好玩的 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 如果你说起来 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我觉得 它 它其实 作为天文学来讲 我们说它是一个技术研究 其实它 没有像大家做其他的 我们地球上的事儿的时候 就是那么的 比如说目的性那么强 不是说我做一件事之前 我已经非常清楚了 会做成什么样的结果 会做出来什么样 其实不是 就是我们天文学 当我们 不管是天文学家 还是天文阿华 当我们去仰望星空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时候 还是基于好奇的 基于好奇的 我只是想知道那边有什么东西 我看什么东西 不知道它是什么 或者看哪些现象 我想解释它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地就会发现 我们以前所学习的那些东西 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都会不断地被推翻 不断地过时 实际上 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 那么我们说到永恒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时候 当我说到这个永恒的时候 我们宇宙可能还会有 我觉得宇宙还会有 至少有几十一年 我们发现宇宙现在在膨胀 而且不但膨胀 而且在加速膨胀 现在膨胀越来越快了 所以未来宇宙可能会有 比如几十亿 或者几百亿年的这种时间 当然我们人或者地球跟它相比 肯定会很短快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看上去它可能跟我们人 其实没什么关系 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天体 它的运动变化 不管它怎么变 其实它并不会考虑我们人的感受的 不会考虑 而且呢 有一些天文现象 它会 顺时的彻底地影响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或者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小天气撞击 包括其他的一些 我们说的这种类似自然灾害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自然灾害 地球上自然灾害都比较准复 它影响很多小范围 这种大范围的影响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意义上呢 但是并不是说 由于这个宇宙那么大 我们人就特别表现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我们人实际上 我觉得人的这个 比较厉害的实际上是 它能够不断地去了解 宇宙不管多复杂 我们人都能够去越来越清楚地去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么真正作为人来讲 刚才其实前面提到的 我们说我们的音乐 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诗歌呀 大家说的剑 这些东西 他可能都会持续 他跟人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人了 可能有的东西会没有 但是只要有人 实际上有很多东西 他还是在那 那么我自己觉得 对人来讲 真正有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人的 对未知的这种好奇心 那么这个好奇心实际上 它是我们伴随我们人类整个发展过程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东西 一旦我们人如果没有好奇了 我相信人类就基本上就 就会没有了 谢谢大家